文章来源RFI 移民管理局今早公布数据 指今年五一假期的出入境人次中 56%为中国内地居民 按年增长38%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人次为291.9万 按年增长20.8% 外国人出入境77.9万人次 增长98.7% 面对华南点江南地区 在五一期间的强降雨 当局表示 经部门协作联动 以能稳妥应对天气恶化 对出入境通关的影响 及时疏导客流 但广东省的暴雨 可能对前往香港和澳门的人次 越有影响 根据官方数据 入境香港的中国内地旅客人次 有76.6万 略低于港府预期的80万 而以中国客为主的澳门访客 五一期间一直有60.4万 日均旅客人次不足12.1万 低于澳门政府预期的13万人次 不过 两地的五一黄金州旅客人次 均分别按年增约两成二 入客入境香港 只及疫前77万付长 是不切实际 香港方面 根据入境出数据 4月30日至5月5日的劳动节假期 共有近495万人次进出香港 远低于该处预期 590万人次的16% 不过 港人离境 与中国旅客来港消费的人次差距 则有所收窄 以本月1日至5日的黄金州计算 中国旅客入境香港的人次 于76.6万 而港人离境的 则有114.8万人次 即港人离境人次 比内客入境人次 多约五成 与其他日子多近一倍的情况 有所收窄 两者差距收窄 主要是入境香港的76.6万 中国旅客人次 较去年的62.6万人次 大增22.4% 不过 相关数据仍不及 2019年的99.7万 中国旅客入境人次 即只及疫情前的77% 旅游发展局总干事 成鼎一 早前已名言 若要追求旅客数字 重回疫情前水平 是不切实际 指旅客消费模式 在疫后已经改变 香港业界 需做检讨及转型 旅客入境意味消费 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 徐王美伦表示 76万的中国旅客入境人次数理想 与最初预期的80万人次接近 感到满意 即使下雨 旅客亦会转入商场消费 零售消费会有进步 他重提 早前已估计 黄金周可为香港 带来20亿元消费收益 期视下一个黄金周 亦有好成绩 不过 餐饮业则继续较苛苦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 黄家和在电台节目指出 业界首四天 连同本地消费 录得约10亿至12亿元营业额 当中 餐饮业收益只债一成 整体生意额 仍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 酒店业方面 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 陈宗仪指出 五一黄金周期间 旗下位于尖沙嘴和湾仔的 酒店入住率 维持在90%左右 按年下跌6至7个百分点 而这市集团大幅减价 23%后达至 对酒店业来说 情况并不理想 澳门旅游业界满意情况 赌收受刺激 澳门情况较香港理想 根据当地治安警公布 黄金周五天假期期间 共有298.9万人次出入澳门 当中41%是旅客 而入境旅客人次 则有60.4万 较去年同期 大升22.5% 不过 本台以此数字计算 其日均旅客量 不足12.1万人次 低于当地政府预期的13万人次 另外 酒店入住率 在无需减价的情况下 亦能维持在8至9成的水平 经营澳门16浦赌场项目的 石德环球副主席马浩文 向当地传媒指出 旗下酒店入住率达9成或以上水平 对整体表现感到满意 随着人流增加 当地赌收 亦较市场预期高 根据当地官方数据 上月博彩收入为185.45亿澳门元 按年增长26% 投行高盛形容 当月的澳门赌收 已回复至疫情前79%水平 特别是在临近五一假期的最后9天 日均博彩收入升至6.721澳门元 以此计算 黄金周五天假期的赌收 至少有30亿澳门元 马浩文预计 5月博彩收入很大机会 挑战200亿元水平 急创疫情后的新高 加上中国早前宣布 有今日起落实 方便前往港澳的签证措施 相信对澳门赌收 带来正面影响